28日,韩团男团背个半成员胜利因毒品事件被警方调查 据胜利方面的律师表示,根据警方的调查,胜利第一次的调查结果显示为没有问题的阴性 毛发能够显示两至三年前的记录,并且已经移交给了国立科学调查研究院,将一至两周后得出结果 警方也会公布结果,关于性招待的假新闻,胜利已配合并接受了最深入的调查 与警察勾结等与俱乐部相关的争议,也在接受调查中 期待所有疑点都能真相大白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